歡迎大家收看馬高斯TV 我是馬高斯 看到這個格局就知道今次是清潭訪問節目 這個訪問節目就叫做一期一會達人專訪 上次第一集就訪問了這個玩具設計師 其實馬高斯我很貪心 不會只是訪問玩具特殊 是甚麼人都會訪問 所以這次第二集的嘉賓就是之前見過的Elly John 你再介紹一下自己在做甚麼 其實我是一個日文老師 除了教日文之外 在機構教日文 自己也有開班教日文 上次就是馬高斯幫助宣傳我的旅遊班 其實同時我也是一個Event MC 因為我認識日文 所以比較多接觸跟日本有關的客戶 幫忙做活動Event 有時候也會做一些會議翻譯 其實我們兩個有共通點也有不同 不同的地方就是一男一女 一個就結婚 我就是單身狗 但是我們共通的地方 就是大家都懂日文 而且還要從事一些和日本相關的工作 我先說一下我 我自己最初學日文 都是剛剛中學會考完的事 因為家裡窮 所以沒有去留學 就在香港讀日文 在香港語言學校讀了一年 然後再給多半年就上去N1 之後就開始踏入這個社會做事 然後我第一份工作 就是一個日資公司的文職 之後就機緣巧合去了做傳媒 傳媒就開始做一些日本旅遊 更加接觸得多些日本人 更加飛到日本 傳媒、雜資、旅遊天書 到現在網媒都在做 那你的日文之路又是怎樣呢? 其實我和你都差不多時間學日文 我是高中開始對日文產生興趣 因為電視劇的原因 但是那時候就要考DSE 我不想花時間去另外學日文 所以我就想 不如我直接大學選修日文科 所以就入了中大日言 日言有一年去日本大學交換的機會 我就去了京都那裡一年 然後回來 我發現自己對於教授有些興趣 所以就開鐵師寶 接觸教日文的工作 慢慢累積教日文的經驗 但其實不續約之後 我是在大陸做了兩年 就是我在Station 在大陸做了兩年 Sales相關的工作 但是我的客戶是日本人 所以都是要用日文 所以都是會用很多日文的 當時會有很多幫人翻譯的機會 會議翻譯的經驗 都是在港時有留職的 然後回來香港 因為之後想長時間留在香港做事 所以就退了之前的工作 回來香港之後 就在一間日資公司 做了一段少許的時間 也是令我偽然放棄了做社畜的契機 對 覺得自己不太適合早九晚 早九晚十一 我不是早九晚五 你的晚十一是因為要OT OT是真的 OT也是不適合早九 然後晚十一 有時還要凌晨 所以我就覺得 我應該要趁自己更年輕 去做一些自己做一做的事 你還搶了一個我 是超搶的 因為我當時做雜誌 雖然因為要等稿完成 都會去到凌晨一兩點 但就不需要那麼早上班 但你是由九點到六點 之後就搶GIRLOT 這個時候我真的要說一點 因為是日資公司 所以守時是超重要 我想MADUKURA都不適合 所以它是一分鐘都不適合 一分鐘遲到就要扣不知多少錢 在這裡就要講一講 在我們講這個 到底怎樣去讀日文 或者之後 如果真的跟日文有興趣 想做日本相關的工作之前 就首先要講一個現實一點的話題 就是到底日本公司 是一個怎樣的面貌 當然啦 我們兩個 始終都是兩個人 所以我們接觸到的日本公司 都有限 所以就 子宮參考 緊代表自己 對 立刻戴個頭盔 對 那你先說吧 不如 你覺得日本公司是一個怎樣的面貌 進去日本公司工作之前 就很天真地以為是福利好 然後 公司環境很好 那種各樣 很穩定 雖然我當時不追求穩定 你知道年輕人會追求穩定 對 一開始都不是想福利好怎樣進去的 因為一進去就知道福利不好 對 你覺得不是重點 對 反而是我會覺得 可能我當時的那間公司 就沒有說很懂得分配人力物逸 我覺得 有點像是你可以做到的 就全部都會給你做 所以 為什麼我是朝九萬十一 但是有人是朝九萬五個 所以就能者多勞 這個其中一個點 但是 也有很好的位置 就是 他所有事情都給你做的時候 就是給你學習 對 就是你會有多些機會 探索一下自己 這個是很好的一面 很美麗的藉口 給你多些東西 他也是這樣說 老實說 通常都是這樣 對 然後 例如我這樣計 我做傳媒這行 正如剛才所說 做日資公司的文職 我做過日資公司 現在不開名 但是相對地都比較老字號 我覺得始終 越老字號 就是上年越老字號 的日本公司 就貼近多些日本的 無論是福利還是文化 那時候也叫做勉強地 有雙糧 花紅 兩次 之後 醫療 牙福 都叫做有齊 但是呢 之後去到現在 例如做真的叫做 IER日本公司 這樣的話 可能因為始終 來香港 融入了香港的文化 多些 這樣就變相 福利上 可能會沒有以前更多 對 沒錯 而且正如你剛才說的 時間問題 日本人是一個很 守時的 人種 就是守時上班時間 即是放工 真的 不會離開 本身守時其實是美德 但是呢 是有時的確過火了少少 如果在香港人看的話 就像例如我那樣 我家公司就可能 例如 遲一分鐘 老闆已經好像 好像大魔王上身 後面的殺技 都被捧出來 然後 之後 都 對 但是 一分鐘已經這樣了 但是更加嚴重的是 一秒鐘都可以 那些殺技已經露露地出來 你們會不會打卡 要打卡 一定要打卡 而且還要 每次一秒鐘 就扣港幣一仙 什麼 一仙 對 就是 它真的有這個存在 當然 當然 我至今為止 回到這麼久 都未遇過有個人 遲到多於五分鐘以上 所以 扣亦有個抱 例如 如果一秒鐘一仙的話 一分鐘就 數學不太好 差不多 一分鐘六毫子 一分鐘就 三元 對於我來說 我就覺得 都不是錢 我記得我當時 好像是一分鐘一百元 這麼多 是多的 這就是其中一間 B公司的 扣持到扣錢的方法 A公司的扣錢方法 就是 它有勤工 那就是 一秒鐘就扣了幾百元 通常 那一秒鐘 你扣了幾百元 你整個月都會很頹 隨便 對 對 扣了一次 始終對於香港人來說 都會這樣 而且 有時候回到公司 大家都是吃早餐 就是 有些人是會一直做事 一邊吃早餐 又或者有些人是 很美麗地避過了 一邊吃早餐 都未定 這樣 所以這個文化上 可能香港和日本人 有些不同的地方 對 我也覺得 這個位置是 而且說起吃東西 假設在A公司的辦公室裡 是不會准許員工吃零食 或者吃東西的 午餐的話 可能都是去房仔 或者出去吃 然後 喝水 都要走出辦公室門口才能喝水 那有點誇張 對 我想問你那個時候 辦公室的格局是怎樣 就是Ahead在那裡 然後這樣坐 很典型的 平常我們看日劇 那些什麼樹木異貨 那樣 額頭就在最正中間 牆那邊 然後一字排開 很多 很多張桌 然後電腦桌 一排排坐在那裡 明白 對 額頭也喝水 額頭和你是兩個 兩個階級 兩個物種的人 兩個物種 你呢 你是要出去那邊 OK 那你當時的辦公室 有沒有遇過一些特別的事情 我們沒有那麼極度 有可能是 我們老闆就是日本人 但其實大部分都是香港同事 對 很搞笑的就是 我那間公司去到後來 只有我 幾十人裡面 只有我 只有我和另一個同事 是認識日文的香港人 對 然後其他已經是日本人 對 所以可能是因為 香港人的佔比比較多 所以大家會比較自由 都可能是 對 還有我當時 有些比較年輕的日本人上司 其實是很不錯的 都可能有關係 對 對 有時經常看日劇 有很多的幻想 就是 上一輩的人 對下一輩的人 不好 就是 比較厭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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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到他升上去之後 他都認為 要對下一輩是比較厭格的 有點像媳婦 當你變成奶奶之後 你就會 就會開始嚴謹 不過現在可能真的好一點 本來日本那邊可能好一點 而且我當時的辦公室 每天早上 是要做這個 背早睡 還有這個 做少量的早操 開心的 很健康 就是 例如一個辦公室 有十多人 然後 每一天的早上 就要輪流 例如 今天是我 明天就會到你 然後繞個圈 又到我 即是這早操 就要到外面 站在大家面前 要背早睡 早睡 我都已經忘記了 多長 總之 例如 有六七句 OK啦 但 但 我明白 對香港人來說 這件事很古怪 很洗腦式的 有公司 怎樣好 又或者 要怎樣代客 怎樣好 然後 自己怎樣積極努力 而奮鬥 勝利 那些感覺 OK 我們那時候沒有 但會有組會 是 組會可能是 因為融入了香港的文化 所以都是一個星期一次 所以OK的 組會就是 幾十人站在那裡 然後逐個逐個 回報你 接下來有什麼事情要做 例如 如果那星期要出旅行 你就要向全公司的人交代 你要去哪裡 你的目標是什麼 剛才說完 就是每個星期 可能有個組會 就要做這些事情 我想應該其他公司都有 例如每半年 就要有一次 要寫下 你自己 未來半年 有什麼 目標 寫五個出來 又或者 可能說 這五個目標 你要怎樣去完成它 之後 又要讚一下自己 做了這半年 做了什麼好事 和談自己 而這個 自己讚自己 和自己談自己的事情 是取決於 你之後的 花紅多少的影響 你說這個是港資公司 還是 都是日資公司 日資公司 港資 因為我未做過 不知道會不會有這些 會不會有類似的事情 會有類似的事情 好像平時 我們建工就說 要努力去想 如何讚自己 和如何彈自己 但是去到這些 入了去做 都還要去想這些 我就覺得 很多麻煩的事情 那你在公司裡 有沒有遇到什麼 奇怪 或者有趣的事情 我也不知道怎麼說 究竟那件事 是有趣還是奇怪 那件事到現在 我都會拿出來 跟學生說 日本人 關於男女 用詞的 一些傾向 話說有一次 跟幾個 日本老闆吃飯 跟公司上司 到中午 我就說 不好意思 我想撿陪一下 去洗手間 我就用了toile 這個字代表洗手間 學過日文的人知道 toile這個字 非常平常 而且 而且是一個 很正統的外來語 對 很常用的toile 然後去完洗手間 回來後 那個叔叔 就跟我說 Eddie 你知不知道 其實女人不應該 toile這個字 你很粗勞啊 我就說 那我要說什麼 你很粗勞 當然我不是下 因為下 你到他睡了 真的嗎 他就說 可以用 這個字 因為 因為 toile這個字 剛才我所說的 外來語 就是由英文變 對 正正統統 日文的廁所 是 對 就是你們去旅行的時候 會看到 一個御手仔 然後加一個 日文符號的字 在日文上面 很多東西 有一個 有一個 尾字 加上前面 尾巴尺 就會整件事 就會好像禮貌 和美化了 對 所以可能 以後 如果我要跟人說 我要去大大的話 就不是 unco 要加 o unco 這個 不敢苟同 表示不敢苟同 o unco ja 這個是 用詞 for your shoku 對 還有就是 你見識到什麼 叫做 鬧日不帶裝子 就是他可以 用好 好 就是好 到辱的語言 去說你 說到你一無是處 然後整篇email 是講 敬語 話說就是 就當年 認識的 某些人 那邊 就 就 被上司訓話 是 日本人被上司訓話 那上司那封email 就已經 去他 然後 施施給所有人 嘩 還在全世界看到 全世界看到 全世界看到 然後 每一句都是敬語 不得知了的敬語 然後 他用詞 就是 我不太記得 exactly 罵那些什麼 意思就是 你沒有作為 大人的自覺 就是 那種 那種 真的很恐怖 看著那封email 很可愛 首先 當選擇做日本公司 或者學日文之前 大概 都可能知道 就是 其中一個學日文的 重大難關 其實就是 敬語 因為敬語都很複雜 本來很簡單的一句說話 但是加了敬語 就是水蛇春那麼長 是啊 所以敬語這件事 也是一個藝術來的 某程度上 而且他們可以很善用 這個藝術 就可以用來罵 對 有些時候 我們香港人會覺得 粵語的粗口 雖然有時候比較 粗屁 但是也是一種語言藝術 但是某程度上 日文 就算完全沒有粗口 怎樣也好 它可以用很漂亮的字 去罵到你很糟糕 這是一件很厲害的語言藝術 很厲害 很厲害 真的厲害 很可怕 戰鬥看著我 雖然不是在罵我 但我覺得很恐怖 所以有時候 以前我做記者的時候 去傳一些E-mail 給一些日本餐廳 或者日本的地方去採訪 相對地沒有那麼需要用 那麼多敬語 對 對 因為始終 日本人的階級觀念很重 例如我們平 或者甚至我少一點的話 敬語方面也不需要用太多 但是 當真是現在 可能要傳東西給上司 或者可能要做什麼報告給客人 那些敬語就會多到 整個腦袋都是敬語 所以很為自己麻煩 你到現在 會不會有時候 上去Google 會打一下 查一下 查一下自己說的 你的說話對不對 要啊 我記得我以前出E-mail 在公司出E-mail的時候 是很叮鈴 很有禮貌 經常都會忘記我這樣用對不對 會令人很神經失 就會在那裡說 到底我講這句說話 夠不夠正確呢 會不會因為這句說話 而得罪了對方呢 到後來 講得多之後 就會變了好像 既定的咒語 就是這樣說 就會習慣了 要這樣用 但其實這裏 我反而想說 如果在人資公司 做事的朋友 不要太融入扮演 入圓人的角色 當你很興奮 要講完美的競技的時候 他就真的當你是一個日本人 對方 然後你的要求 就會完全不同 原本 他知道你是一個 單純不認識 日文的香港人 對你的基準 是沒有那麼嚴謹的 可能也是很嚴謹的 但還沒去到 當你是日本人的話 就更加高 真的神經 所以有時候我覺得 不是說 基準 不太高 或者不太低 而是他對你的態度 會不同 對 有時候 不是說 高的基準不好 而是那些高的基準 是否合理的基準 對 所以我覺得 不要太過 into 角色 反而是 時刻 要提醒你 其實是一個 我只是一個認識 日文的香港人 我做事的手法 很多時候 我還是一個香港人 我覺得會比較好 自己會比較舒服 那好吧 說完一些 日本公司的職場 可能就說一下 到底真的 要學日文的時候 到底我們香港人 有什麼方法學日文呢 那我那時候 雖然沒有錢去留學 但我都叫做 偶爾去聽一下 那些留學講座 到底那些留學是怎樣 那我現在就 不太清楚 現在是怎樣 但是想當年的時候 通常基本上 例如你會考完 之後 你要去想學日文 或者留學那條路的話 首先 去到日本 說到日本先 那你去到當地 就要去日本的語言學校 讀了一年的日文 因為始終他要你 好像有N2以上 才行 然後 之後 有些人可能 如果未夠學歷的話 就要讀語言學校的同時 就要在日本 正常讀數學 科學 即是讀正常的 中六中七的課程 那樣 不過就是日文版 之後呢 就去選擇 只要去讀日本的大學 還是讀所謂的專門學校 對 正常讀 日本的專門學校 就有分很多種 有的 煮食也有 星優學校也有 Curic Color 也有 就比較上是一些 工作性強一點的 專門學校 那樣的東西 那 我那時候 就 因為沒有想到留學 所以就在香港讀 在香港 我就讀了那些 語言學校 就是一年制的課程 嗯嗯 就真的好像平時 上學那樣 就 翻足整個下半週 翻足一年 就由這個 N4 就是我那時候 最低重是N4 就N4 一夜讀到N2 嗯 那就用一流 對 因為我那時候 其實很多人都會覺得 就是 在香港學日文 你普通的興趣班也好 或者那些什麼 嘟經 嘟經 那些 通常可能一個禮拜 才得到一至兩堂 進度是比較慢的 對 那 上當年你的時候 的情況又是怎樣 因為我都幾清楚 是當時想報中大日園 那時候在想 就是 因為 我那時候 有兩間大學都可以讀日文 一間就是 Congu的BA 裡面再選擇日文來讀 而你應該就只讀 中大日本研究 那 因為我又想專門在日文裡面 並且中大學一年 所以我就是 這個program的 當年 這個好的位置 我覺得這個program 很好的位置 就是你下一年可以去日本語 當然 那是正的 而且你的日文 都很大部分時間 是在那一年學回來 對 因為日常每天都會接觸到 始終他要逼你 真的 好像英文一樣 對 你去到外地的時候 沒有人跟你說廣東話 你又要逼著用 一逼著用 你就會進步得快 對 還有就是 你真的跟日本人一起上課 你的paper 都是要教日文 等等 因為始終 雖然在香港讀 但也有一個極限 就是有時候 真的貼地 跟日本人 例如年輕人聊天 他們有時候 所謂的潮語 又或者其他 你在香港 只學人文 你就不會知道 對 除非你很 日本的文化 你真的看很多男文 看很多電視劇 聽J-pop 都可以幫助 所以我覺得 選擇大學 透過大學的undergrad 或者去學人文 是其中一個辦法 還有一些辦法 就是現在多了很多留學的方法 譬如 有一個叫做EJU的日本留學士 其實就是課 成年的 好像是 沒有限年紀 沒有限年紀的 你可以在香港 讀完相關課程 然後去考試 就可以拿著那個成績 去報日本的大學 再看看會不會有大學那邊 安排的筆試 或者面試 也會有一些 日本的大學 是直接承認EJU的成績 他進入了你 就可以在那裡讀書 這個是一個方法 另外 因為日本也很想要多些留學生 在他們那裡讀書 就出了一個 叫做 Super Global University Program 變成有很多大學 是on the list 你可以用你自己 在香港的考試成績 去報他們那邊的大學 挺好的 所以現在去日本留學 是多了很多方法 不過說實話 這個香港和日本相關工作的圈子 其實是很窄的 特別是活動、活動、活動、採訪 我真的見不少 很多都是日月出身的人 多的多的 基本上 四處可能 每晚都捉到一個回來 在這個圈子 對 其實一年都只剩下幾十二十幾個人 但是都可以做很多 對 所以其實讀日田 也是一件好事 也是的 那好吧 基本上 無論剛才說 現實日本日資公司 什麼情況 又或者可能我們 接觸日文 又或者日本留學的路 都說了 然後到最後一刻 就做一個賣廣告的時間 是不是我的廣告時間 都可以的 對不起 是你的廣告時間 沒有所謂的 給你先 不要緊 我聽了馬高斯的廣告時間 好好好 那大家看到這個這麼漂亮的環境 就不是我家 也不是我的Studio 就是一間 叫小房社的地方 其實這個地方 除了是一個Party Room之外 它的房間也可以租給人 去拍片 像我現在這樣 這裡就有很多的主題 例如有日式的榻榻米房 又或者貼近家裡的環境房 又或者這個是一個 旅行 就是你看到那些 鞠筍全部都是國旗 那樣的東西 色彩繽紛一點 也有一些 比較型格的房間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 可能想約幾個朋友 去Party Room 去玩 又或者可能真的要拍 要用到房間的話 都可以試試聯絡這個小房間 沒錯 對 給你賣廣告 我的賣廣告 大家就留意一下 我IJPROVAL 其實我現在自己都在開 不同的日文班 包括有之前宣傳的 從此學會去日本旅行的 旅遊人文班 現在已經在開運動了 接下來九月尾 我會開始開一個 由零開始學起的成人班 基礎班 那麼像動畫的名字 從零開始的 對 從零開始學日文 還有一個叫做N4班 是N4文化開始學起 不適合廣告 適合成人班 對 也有幾個 ongoing的班 所以 我強烈要求Sense 開一個日文溝女班 日文溝女班 我要學習一下 如何溝女 是不是 可能是掙扎你的意見 你找我 是不是你幫我做助教 我啊 我做負責溝 我覺得 哈哈哈 就是教授班 對 謝謝你的意見 我會很慎重地 考慮回去和我的教學團隊 相對一下 對 就是這樣 我的班也是主要 剛才說的 我著重會話 所以會比較多的遊戲 還有活動 希望大家可以一邊 玩得開心的之餘 也可以多練一些日文 有興趣的話 就去我的IG 然後找我的profile報名 對 他的IG也會放在內文上 我那時候學日文 全部都是日本人的sense教 他逼你去講 所以這個真的很重要 所以 好東西來的 除了他的人之外 他的課程也是好東西來的 多謝多謝多謝 那這次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給我一個讚好嗎 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討論 好 拜拜 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